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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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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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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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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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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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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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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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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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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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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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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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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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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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错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曾经是市长格局的人 可是你出来帮人家助学 你还是讲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会稍微拉低了一些格调 那这个韩市长 他是怎么样区分 就是蒋万安跟陈时中的呢 他就说蒋万安就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他说哇看到蒋万安 好像是怎么样 全身散发一种光一样 然后他在说看到阿中部长 陈时中部长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陈时中部长怎么鸣鸣鸣 好像满脸忧愁 那你这样去拜票的时候 选民会不会觉得 我难道我欠你钱吗 韩市长呢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区分蒋万安跟陈时中 那当然底下国民党的场子 其实都是很热的啦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我们线上的朋友有办法 就是接受这样子的言直论战吗 我们看到陈立金 他说韩总说话能听吗 还有这个周思胜说 足台湾胸怀大陆 放眼世界征服宇宙 好看起来韩市长的格局很高啦 好那我们继续看 其实说真的 韩市长这样子在帮蒋万安来造势 他用颜值来区分 这样到底对于蒋万安来讲 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喔 我真的觉得蒋万安他自己 也是要稍微来去衡量一下 好然后接下来韩国语同台印小微的时候 现场不只强要做工艺 更是精确连发而且宰歌宰舞 印小微不仅夸韩总 辣个男人有情有义 更以庶民总统称呼 赖世宝还将问 不知道韩国语学不学 哇现场整个躁动起来了 目前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好我跟你说因为新闻 新闻报道都把那一段完整录下来 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 上明市新闻找一下片段 那一场就是后来又帮 印小微一次国民党议员 帮他造势的时候 那旁边这位是赖世保立委 就在现场说 不知道韩国语要不要出来选总统 韩市长呢他没有正面的回答 不过我看他在台上的表情 感觉上是笑得蛮开心的 他说没有啦今天重点 还是要放在印小微议员上面 那印小微议员呢也有继续说 他说他觉得韩市长呢 就是大家心目中所希望的庶民总统 不断的一直在帮他就是做宣传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韩流现在是不是吹进台北市 那是不是吹进台北市之后 他就要帮他2024来铺路呢 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朋友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们看到一位新朋友 新朋友叫做陈欣强 好谢谢 好他对韩国语有一个形容啦 那另外呢 还有Gin说觉得好扣分 又不是选帅的比赛 还有一位林侯木 他说他觉得这是肉包无料的包子 好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张志斌说赖士宝可能忘了他刚刚被高雄罢免 是啊 韩国语选上高雄票是89万 可是他被高雄市民罢免的票数有来到93万 对还有另外我跟这个我们这个施力学 好这位朋友想法蛮像的 我觉得韩市长没有正面回答赖士宝的问题 感觉笑嘻嘻 可能心里很开心 好哇还有另外一位是李杖 哇这个大头贴是很可爱的这个小朋友吗 好他说这个被韩国语碰到的那国人好要倒霉了 好另外还有张凯雄说可恶今天没有带到耳机没有办法互动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可以练我们Andy说可以练习读成语 好这个技巧再加强了 好那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个李文雄还有嘉玄 都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的这个平台里面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说真的啦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韩市长他真的在国民党的深蓝票 深蓝票仓当中他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那像之前我们在节目上啊台湾上前节目上有很多来宾就评论说 诶韩国语到底在助选上面是补药还是卸药呢 其实这是韩国语自己自嘲啊 他说他不晓得他出来是补药还是卸药 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呢 到底是补品还是毒药 那我觉得有一位来宾他讲的蛮有道理 他说他觉得韩市长帮忙造势啊 他像是帮小鸡们帮议员来造势 他觉得其实这个对于议员来讲 相对的是有加分 因为选议员嘛 好一个区一个大安文山区好了 他其实也许他当选议员可能有七八席 所以并不是只选一个 那议员你可能几千票就可以当选了 可是呢选市长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大部分韩国语都是在帮这个议员造势的场合 然后呢母鸡市长刚好有来 这样两个人才会合体嘛 那很少看到说真的有县市长主要要选的那个人 特别去邀请韩国瑜来 因为感觉上韩国瑜也许对于国民党议员是有加分 但你说对于主要要参选那个人 到底会不会影响人家的选情 这看目前看起来讲万安国民党目前台北讲万安嘛 那新北市侯友宜台中卢秀燕那桃源张善政 目前还没有看到单一个县市长的候选人 特别去找来韩国瑜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成为大家观察的指标 好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好还有这个施力学说应该是解药 还有李章说那个是我孙子 哇那你的孙子很高水哦 真的很可爱 那还有看到我们的新朋友张轩也加入了 还有一位是黄元毅 他说每个不回答或说不选总统人最后都会选 这好像真的有道理 大家平常都这样默默可是都点点吃三娃公 好还有刚刚孟琪主播刚刚有谈到说 哇那个鲁秀燕哇最近他实在是很红 听说韩国瑜接下来要全省中南北 都选选走透透 但是我们内行人要看门道 台中选举气氛好像有点蹊跷哦 台中之间似乎有点保持距离 他们竟然刻意错开了一个拉拔议员的行程 好奇怪哦 是否蓝营开始有人会看清 韩国瑜并非票房毒药 而是毒药甚至是卸药呢 好我们特地讲台中 就是因为上一回跟大家来聊天 好多朋友都说他们是来自中部的 来自台中啊 来自彰化的朋友 我们也来看看哦 到底台中的选情是怎么样 就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上啊 就是广告时间跟来宾聊天 大家都觉得北台湾好热哦 讨论台北啦 新北 甚至新竹啦 桃团圆 但是来自台南跟高雄的来宾就会说 他们常常私底下都会说 哎那个我们有在选举吗 好像中南部来讲好像这个选战相对来讲 有点冷清啦 但不晓得哎 哎最近几周 回来了 好真的要跟大家说很拍赛 好现在我们 对不起是我们的错哦 我们的小编同事现在可能也都刷了一袋 不知道等一下 我整个周上都是我的落败 不晓得我 直接开始吧 好 有没有发现背景不一样咯 大家好 我们火速换了一个地点 哎真的很不好意思 真的很不好意思让大家等这么久 好我看一下我稍微念一下我们线上朋友们的回应哦 这个庆红说今天是上映亭歌美拍吗 真的谢谢 真的谢谢蔡庆红用另类的方式来鼓励我们 好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周思胜说一直卡卡的很吃时间 下次如果断线就要直播一个小时 断线发直播一个小时 好好 感谢铁粉不留期 好也谢谢周思胜愿意这样继续来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好 好还有秋林说画面也挺得太可爱 真的真的很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赶快呢 来看到的就是今天大家都非常期待很久的 WakuWaku少单元了 因为其实在聊这个选战啊 其实倒数33天 那包括其实刚才线上朋友有说 很想知道就是中部的一些台中的选情啊 还有桃园的选情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下一次直播之前一定会搞定好网路 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台中啦 或是桃园的选情 那今天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谢谢大家的体谅 那我们赶快来进入大家都很期待的WakuWaku少单元了 好那我们来看到其实今天有跟大家先预告 就是呢我们这一回就是为了要跟亚兰姐致敬 所以呢我们特别呢就是找了有关跟这个寡戏有关的鲤语小单元哦 好我们看到何亦凡说来了 好准备好要猜了吗 还有张凯雄说 陈亚兰的胡子比我多好羡慕 我留一个月还是很稀疏像乞丐 好这个亚兰姐半男半女都很美哦 好还有另外我们看到呢 哇也谢谢这个李文雄 刚才呢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聊直播 好还有张志斌好帮我们加油加油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讯号应该会比较稳 我们火速换了一个地点 好那我们赶快来这个WakuWaku的小单元了 好谢谢大家 要念完整我才可以转场哎 好我们赶快一起来看 我们今天台语小教室WakuWaku单元 好我们Nina也很火速的进到现场 好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我们赶快来看现场哦 好那我们来看到呢 今天第一个要给大家猜的是这个 好先念一次给大家听哦 好这个叫做呢 一声音高材 没声不用来 好我再念一次 这一题真的比较难 好Nina在听我念一次 她说一声一声音高材啦 一声音高材 没声不用来 一声音高材 一声音高材 没声不用来 好我们来看看哦 现场的朋友们知道吗 哎我觉得找这一句哦 这真的是 这一句真的是难度蛮高的哦 一声音高材 没声不用来 好在Nina还在绞尽脑汁的时候 我们再次来说真的听到那个金钟奖 陈亚兰的那个感言真的是听了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哦 她现在是金钟市地 也是台湾呢破天荒第一次 女性一入围就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 好那当然就是我今天其实看到有新闻啊 就是说杨又宁啊 她们也都是入围男主角奖 她们有在po文说 她们就是广告休息时间都吃了一些梅子 那时候广告时间 刚好陈亚兰 亚兰姐就换衣服 全场就是获得入选男主角奖的人 只有亚兰姐没有吃到 那所以她们其他人呢 吃到梅子后来都只能望梅直渴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梅子开的 好那当然这有趣的小故事 大家呢在我讲这段时间 有没有来猜猜看哦 诶到底是这个 一声音高材没声不用来 是什么样的意思 妮娜有没有初步的想法呢 一声音高材没声不用来 对 你觉得跟什么有关 呃 这个台语我觉得有点难 好这点难 我觉得很难 那我觉得有点 就是脑袋有点空白 好那我们刚才说 其实我们这一次找这些礼语啊 都是要跟这个我们亚兰姐致敬的 我们看到我们新加入的朋友是哪一位 是陈钦赞 好欢迎钦赞 好因为其实人家讲 演员就是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我们先讲讲 这个一声音高材 没声不用来 它字面上的意思 字面上意思其实就是说 就是如果你演员员啊 最重要就是你的音质 你的声量 你的嗓音啊 到底会不会唱 你的唱腔好不好 如果你这一项及格了 那你大概就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的就是扮相啊 可能化起妆来 或是你的身段啊 你的一些姿势可能没那么好 那都还可以 就是都觉得说勉勉强强 都还可以 但是但是如果你的声音 就是你的嗓音不够好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很不适合来演员 因为嗓音呢 是就是演员员最重视的 就是演戏最重视的是唱腔嘛 演员有好的歌喉 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看到这个张亚卒 他也进来了 好那我们看到 还有一位是这个什么 施明坤 哈啰 午安吉祥 我们现在回到那个 比较比较复古的时期嘛 还有张志斌说 一鸣惊人吗 还真的不是耶 其实他应该知道的意思就是说 大概要演员员有好的 有好的这个就是嗓音啊 就是喉咙是很重要 那其他呢 半相啊身段差了一点 那都还算次要 就是还可以被接受 那当然呢 这个衍生出 如果我们就是把员员 放大到各行各业来看 其实就是说 有时候你工作 你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才华 那其他的东西 例如说 哎 例如说刚才有像这个 韩市长讲的颜值啊 那可能都还是其次 那当然看工作啦 有些工作 你真的是才华 是最重要 那你不要想说 去走一些旁门走道啊 那些其实都是很次要的 所以 意思就是 真的才华是最重要 尤其如果呢 放在寡戏里面 真的是唱腔 他就是首要的任务了 好 就是代表 就是需要才华 就是比较重要的意思 对 没有错 就是尤其是 这个演戏的啊 就是戏班 他们最重是硬笛子 声音第一 其他呢 对他们来讲 都是比较次要的选择了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题 这些应该才 没什么不用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题哦 好 第二题 我觉得这可能 大家比较好联想 从字面上的意思 应该比较听得出来 好 第二题呢 我们也请我们的小编们 来帮我们换一下 这个直播底下的版面 这个呢 这个部分呢 是做起做到楼 脆手挂在手 做起做 做起做到楼 做到楼 做起做到楼 好 脆手挂在手 脆手挂在手 Lina你知道脆手是什么吗 胡子吗 对对对 好 那做起做到楼 你字面上的意思 你觉得是什么 一件事情做得很长久的感觉 对 就是做起做到楼 当然就是 就是如果说 因为这些礼语都是从歌仔戏延伸而来 我们先放在从歌仔戏 这样子的就是 这样子的情境当中来看 就是说这个人他演戏已经演了一辈子了 做起做到楼 拔这么久 但为什么他脆去会挂叠去 因为歌仔戏有一个角色是老生 那那个胡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放在下巴这边 那你怎么会拿在手上演呢 可是你明明已经做起做到楼 你已经演了一辈子了 那这样意思就是说就是你演了一辈子 可是你最后还是粗心 你粗心大意犯了不应该犯的错 那当然放在歌仔戏的情境当中 就是说这个人演老生演了大半辈子 胡须是最必要的工具 但他最后居然忘记挂上去 而是挂在手上 就是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那就是也可以说是粗心大意 对也可以说是粗心大意 没有错 就例如说像是 如果你放在现在社会的情境 你也可以说你这个人 做起做到楼 结果脆出挂叠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入行很久了 你已经很老练了 可是你只要没有就是非常的专心 你还是很容易就是会粗心大意的 有Gin说 今天感觉是高级般的台语 大家还是有点补萨萨 真的很难 对真的很难 你哪都要喊救命了 但是目前没有一体栽的出来 我们看到周思胜说 太大意了 没有错 陈丽金说很难猜 真的很难猜 我今天看到题目的时候 也觉得真的蛮难的 好 那最后一题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 我觉得我们线上的朋友 依大家其实之前的留言 我觉得大家的台语程度 这一题应该是可以猜得出来的 这个我们念一次就是 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尼娜你怎么看呢 你先跟我念一遍好了 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看来对尼娜来讲 这还是很难 我觉得尼娜你还是回去看 那个亚兰杰的那个 嘉庆君游台湾 先学一下呱虞 好 当然不是这个 哇 我看到这个王嘉玄说 长知识了 还有俊说是蛇吗 没有 这个差很远 另外还有张凯雄说 好想跟孟琪互动 下次一定要随身携带耳机 还有俊说没有猜到半题 好 看来这个跟呱虞相关的理语 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度 这个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他其实如果放在 我们再回到这个呱虞里面 就是说这个人 他可能都没有经历过 拜师学艺过 那他就可以登台 那为什么他没有拜师学艺 就可以登台 他是不是 是不是有 比如说 是不是跟高层很好 是不是特别有关系 走后台 对 是不是走后台 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不是寻正轨 然后来登台演出 那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当然他也是说 就是戏班里面 可能会形容说 你这个人 你演戏怎么都没有照规矩来 就是说 你是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都没有按照规矩 那放在 我们现代 如果要放大到其他职业来看 可能就会说 这个人就是 像刚才妮娜说的 他是不是真的走后台 是不是真的有关系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嚣张 不用经过很多的训练 他就可以直接登台来演出 我们就会说 这是翁牙都阿卡扔出来 好我们来看到 对没有错 这个Gio张 他说背景很硬 还有周思胜说 今天淋雨真的难 太不平易近人 好那我们呢 要说到平易近人 我们就要说 今天刚才有一位 就是我们很热情的 这个张凯雄 他说他没有戴耳机 但是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张凯雄提供给我们的最后一题 还有私讯我们的小编提供了这一题 我们来看看 博士班毕业 Po Su Ban Bi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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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很好理解 博士班毕业 这字面上的意思 但我的理解应该就是 博士班毕业 就是很高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很高学历 对 博士班毕业字面上的意思 很高学历 可是呢 这个脑筋急转弯恰恰好 这整个来讲是完全相反的 还有俊说很高级 博士班毕业确实很高级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脑筋急转弯 大家是从反方面来想 博士班毕业呢 就是 如果你都已经念完硕士 念完博士 妮娜还有学校可以念吗 好像没有 对 上去就没有了 所以没有学校是怎么样 没有学校没校 那台语意思就是没校 对 因为你已经没办法再念更上去了嘛 所以就没校 那当然那是很有趣的意思啦 Po Su Ban Biya 没有学校没校 那另外一层衍生的含义 有稍微有一点负面啦 就可能 以前可能农业社会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我们这些都是做体力活的啊 我们都是很辛苦 可是有些人只会念书 什么都不会 觉得啊 这个Po Su Ban Biya 没校 真的不太会做工作 只会一些理论或什么的 有些人会比较轻视这样的读书人 所以呢 就是Po Su Ban Biya 看大家用在什么样的情境 有一些是在敢考试 在讽刺的 就会觉得说 就是没有什么用处 没校 那当然另外一层 就是照字面上来看 就是你已经在上面 已经没有学校可以念了 没校 这是有双关的用语 好 那我们也再一次谢谢 我们的热情的粉丝 张凯雄 好 特别呢 提到了这个博士班毕业 真的是很有趣哦 那我们也欢迎 我们线上的朋友 如果平常呢 有看到什么有趣的淋雨 或是你觉得 这个难度很高 这个不止Nina不会 可能连梦琪都答不出来 也欢迎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 我们明示新闻的粉专 或是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 明示咖喱贡的粉专 都可以呢 在上面留言 给我们的小编 私讯我们 或是留言 我们都可以哦 好 那我们看到呢 最后有没有猜出来 有一位呢 叫做 廖汪讯说 这有梗 真的 我看到呢 真的是很有趣 还有 琼琳也说 真的很有趣 对 连小编都猜不到 还有张志斌说 有道理 对 好 还有谢谢Eric 好 还有谢谢陈丽金 对 大家看完猜完台语之后 就知道我们的直播小单元 要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呢 也要请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台湾上前行哦 因为我们的选战倒数 剩下33天 也请大家每周一到六 两点到四点 继续锁定我们台湾上前行 还有Wakuwaku小单元 每个礼拜一也都会等着大家哦 那今天再次感谢大家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直播讯号的关系 那谢谢大家陪我们到最后 真的很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台湾上前行见咯 拜拜 拜拜 明天台湾上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